Hello,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我用鸡腿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做法 给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是我刚从市场上买了两个大鸡腿 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的鸡腿用擀面杖敲打一会儿 让里面的组织更加松散一些 锅中倒入清水 把鸡腿凉水下锅 放点葱段和姜片 再来几滴料酒去一下香味 再少加一点白醋 千万不要加多了 不然有一股酸味 不要盖盖子 开火把水煮开 煮开以后把上面的浮沫浇掉 然后再放点香叶 桂皮 花椒 八角 加入两勺的生抽 一勺的老抽上色 再加入一勺的食用盐 盖上盖子 改为中小火炖上25分钟 下面我们再来准备一些配料 切点蒜末 蒜末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碗中再加入一勺的白芝麻 再来点五香粉 再来上一勺的辣椒 大匙 盐 冲 大匙 放入碗中 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点击下方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